好的 现在已经进入了双方的第二场比赛 班人选人的状态 东方战队第一场是赢得相当的顺利 战术仪途都发挥出来了 小狗也是把自己的DPS打出来了 感觉他们打得特别轻松 就是前期上路吃了点亏 来一中期打着打着就随便随便便就赢了 是的 就感觉杀这个对面的人特别容易 特别简单 对面也不知道要办嘛 就是职业队跟半职业队之间的差距 不像现在中国的这个半职业队 已经强到一种地步了 就是半职业队组出来五个人 他知道出门该怎么插眼该怎么打 其实个人能力在不差你的情况下 就基本上持平的情况下 他们很懂这种怎么样去赢一个游戏的套路 因为在中国的这个一些 这个DOTA的游戏平台上 我们去这个有这个分 然后你这个分的话 现在怎么说呢 是一个现实吧 就是这个分能赚能卖钱 很简单的东西 分为王道 那你赢了才有分 那就大家就想出来怎么样去赢这盘游戏 实际上这个像打这个游戏平台天梯的现在的两千五六百分以上的会有更高的这个局 这个这个局的话可能两千二或者两千四以上就已经是这种大家为了赢已经是不择手的 当然是游戏内的不择手的 就是怎么样能赢选什么英雄能赢我就去干什么就选什么 我怎么死保一个人能赢我就去保他 就是各种捷径所能 就是所以说现在中国的半职队组出来的这个水平跟国外的半职队的水平就完全不一样 国外打个半职 哎呦我向积极平台 娱乐一局杀几个人开心了一下 就这么这么个学 国外基本上 他们对这个东西 中国留学生在国外都是属于打国外小朋友的节奏 所以中国留学生在国外真的 这个在积极平台上地位非常之高 大部分 看到有中国ID 或者说 看ID能知道你来自中国 这才就稳了 一身冷 在对面就一身冷 没错 在一边就妥了 好 我们看到这个N9战略很有意思 他把他们上一盘比赛选择的这两个人给搬掉了 他们上一盘比赛是一选这两个吧 赏金世王 世王是那个同服的啊 哦对 世王是同服的 世王是同服 然后这个蝙蝠骑士被放出来了 一选 看一看他们的蝙蝠用的怎么样呢 蝙蝠骑士其实是一个特别依赖 自己团队协作能力的一个英雄 蝙蝠这个英雄线下比赛的胜率非常之低 低到让人发尺 原因就在于 打线下比赛 在于打心下比赛的时候 大家神经崩的都非常的紧 一方面是不太敢去干咳 另一方面反干咳的心态实在是太严重了 等着你来杀我 我也不去打了 我就往后一蹲 蝙蝠什么都跳上来 我就打一个F出去 是 就是这种心态 就是 打现场比赛的时候都非常谨慎 然后谨慎以后像发条蝙蝠 还有像这个肝肝能力比较强的 像什么CK 这种英雄就会 这个胜率就会降低 这个也是 很多现在比赛打完以后 大家总结出来的一个经验 是 好 德鲁伊加上双头龙 加强AOE 然后德鲁伊是一个后期的保证 同时在蝙蝠骑士有了跳刀 德鲁伊有了灰耀的那一波的时候呢 通过蝙蝠骑士的 不讲理先手 我就先手你了 你来跟我德鲁伊灰耀最强的一波打吧 问题就是看看他们的德鲁伊 多少分钟能打出回药 他们的蝙蝠多少分钟能打出跳刀吧 现在还不知道是要怎么打 因为这两个人的话 线上两难分配 这两个人在线上打线上的时候 收弱不弱收强不强的 要看对面碰到什么人 就很尴尬的 就有点尴尬 现在想选哪个英雄来针对你呢 像这个马格纳斯 这个半人某马和拉比克就比较好分路了 这两个随便怎么放 是 半人某马往中央一战没人压得到 控不到服务我就运平呗 很简单 往烈士路一战也是可以 我也运平呗 也运平呗 混呗 冲击波嘛 树林一掐个眼我就拨 没人拿我就什么办法 你冲上来抓我我就一个地跑了 现在地还那么远 我们注意到 这个半人某马 他是被定为核心一首的 对啊 现在确实是个核心一首 高爆发控制 先手 核心 核心一星 他是核心一星 对 然后先手三星 QOP生存三星 生存三星 爆发三星 核心一星 最高是三星是吧 最高啊 目前看到最高的是三星 好像目前看到是最高的三星 是的 他这个先手 擅长发起团战 这个东西如果梦马 这个 这个萌马如果不是 三星不是最高的话呢 还真想不太出来有什么了 很少 这也是 我觉得蝙蝠骑士更擅长发起团战 他是发起干渴 发起团战的话 对啊 这也是擅长发起团战 所以蝙蝠骑士是两星 所以这个看起来挺科学的 挺科学的 是挺科学的 好 我看到这里是颁奖了谜团和陈 然后这里颁奖了石石鬼和潮心 说到猛马这个英雄 当时这个 Burning 逼神首秀的时候 还真的就是用了猛马 当时是 TTI 参加 激连赛的 第一个赛季 TTI是打到了 四强吧 还是八强 我有点忘了 当时他的队友是 小依然 Burning 还有 DDC 还有小马 还有一个是 好像是 胡 就是这个 一个solo选手 TTI当年也是一支强队 还有Bad Player TTI好像你也待过吧 对 就是你们同龄帮吧 对 三个 三个 先知 光法 喜欢杀王 同龄好玩吗 还好 有个胡 什么时候带我去玩 天井壶 天井壶 还有的 宋黄山 盛产生姜 盛产生姜 还有高福帅 金银铜铁系 生姜大蒜麻 同龄有八宝 同龄的生姜真的很好吃 就是那种 可以直接拿来吃的 平常是可以 你削掉皮就可以吃了 不 它是 它会 它会做一下的 很好吃的 就是糖醋的 还是 腌制一下 腌制的那种 很好吃 而且 我这小时候老是吃那种 没事吃两片 还可以防感冒 那是 对 尤其是现在这个天 没事吃两片就不会感冒 好 我们继续看阵容 这个 CK 腾服后面是拿了CK 还是一套打架阵容 很凶的一套阵容 搬着猛马 就是搬着猛马和通过女王同时出场 那应该是 持续去 腰刀打 猛马吗 感觉 猛马可能要去劣势路了 有 劣势路猛马 然后去跟德鲁伊对线 其实猛马 猛马中路也可以 猛马中路 然后QB走 QB走优势路 然后再选一个 三人路能高的 去跟德鲁伊打 选个TS吧 TS也不是很好 冰魂请不请 冰魂也可以 冰魂输出太低了 选了输出高的杖油 那就是TS 就可以钢三 如果不选 不选杖油的话 就是选一个野区英雄 但是他自己这边搬了两个野区英雄 搬了三个 四个 DS迷团 沉下限制 我搬了四个野区英雄 就是让对面 强制高限上 然后SAR 也是一个拿来的酱油 有可能钢三 那这个阵容真的是钢三挺厉害的 有可能钢三 妖刀的猛马 果然是妖刀的猛马 那就是中路了 他们定位还是非常清晰 黄娘打一号位 牧神打二号位 这个 妖刀打三号位 然后这个龙弟弟和三身 四直四五号位 其实龙弟弟和三身也是 曾几何时就已经是队友了 非常老的队友 算是这个长沙帮了 SK 封锡 豪的CK 然后三身 这个豪娘直播不要碎下线 我没有要打字告诉她 来杀我来杀我 你的名字叫人马是吧 猛马 我的名字还猛马 我想死 我想死 三身 三身 三身的 拉比克 最近老师跟他们打了 一学的是什么 学的 学的 宽 一学的是一个 宽 能宽就能打架 一学宽好用吗 一学宽没什么用啊 你打CW肯定一级是狂的 这个风行好漂亮啊 好好的装备啊 尤其是这个帽子特别亮 是的 三倍 没有这个位置 挂了 哎呦 这边跳走 跳得有点远啊 这个一级 吃了个大药 大药直接吃掉了 是的 这样的话 也不用回家了 这个风行有点华丽的 这么 鹰雀披风 鹰雀剑袋 鹰雀头巾 鹰雀之翼 一套 然后再加上 当您的装备 包括这件物品在内的 该套装所有物品时 可以解锁肉干 自定义动作 就是一些动作 他选风行是因为 是因为他的这个装备很好还吗 应该不是 而且还是 腰刀打对面的德鲁伊 这个不是很好打 还行吧 吃不了太大亏 他其实不是很害怕你过来 一轮爆发想要杀死我 因为他自己有一个地 是吧 没有爆发 德鲁伊没有爆发 我是说他不怕你一轮爆发杀我 他怕的是你这样跟我相 磨血 你自己一个小熊不停地拍我 然后你捕刀的话 应该是没有像德鲁伊这么好捕的 还好嘛 这个英雄猛马打德鲁伊 其实不是特别吃贵 就是 他如果能运营的话 甚至可以压得你 我们看 哎 已经能一下 然后反而木银的危险了 对 要被你死 要被你死 差一下 差一下 回血回上来了 还差两下吃了一棵树 刚才最后一下 风行 A出来 然后上路是一个 三里级躲掉 上路是一个二打二 然后中路是二打一 是这两个打蝙蝠 蝙蝠比没有喜欢去刷野 CK加拉比克打蝙蝠 波到德鲁伊第一 红马是六个 红马六个 差不了多少的 那就冰线进塔 然后再运营 这个德鲁伊法尔难玩 因为德鲁伊 德鲁伊这个英雄前置不能变成熊 然后在出到绿鞋之前 是非常怕这个拨的 拨两下就没血 因为本身是一个敏敏英雄 血量很低 一拨 已经马上有瓶子了 瓶子运过来 第二波再一波 这个德鲁伊是买了一个毒球 对 买毒球就是消耗你 A你 他是直接从这种开火过来 比较快一点 而且可以有一个空中视野 隐身符 对面是直接已经插了个针 所以趁你隐身符的时候 我要杀你了吗 鞋子来了 有鞋子应该杀人了 因为对面的 就看你会不会利用这个隐身符二一下 是的 吃了隐身符往对面脸上站 没事二一下 你知道吗 也不去补刀 然后 说不定有那么一个小机会就可以杀人了 六层了 好 这个无所谓 7层了 杀不掉 那怎么补刀呢 8层 一身的油 这个CK也挺帅的 CK他这个还没有自定义的装备呢 没有吗 没有 一件的没有 对 这是 我还以为这把刀已经是有点过了 他现在这个是原始状态 就已经很帅了是吧 好 关键是被扑了以后 拉过来 亮闪一闪 拼住 两秒 两秒可以 拉回亮 带走 有没有机会 好的 还是带走 砸了一下 把混沌鞋子砸到自己的脸上 好 这边的话 混沌是买了个魔瓶 魔瓶 魔杖 鞋子 好 我们看一下 下路的话 德鲁伊 19个阵部 某马是 某马像是 15个阵部 然后这边小熊已经没血了 他这边应该是已经在运瓶了 感觉他应该是已经运瓶了 这瓶子运不过来呀 好惨 对 用不到 诶 看上路这个地方 需要干咳一下 瓶子是QOP的 加速的拉比克 这个狗哥 我觉得可以 干脆你把这一个瓶子 拿起来 然后把这个瓶子装满 自己吃掉 然后再把瓶子放过来 这个瓶子还可以直接运到下路去 不需要回家了 嗯 可能没意识到吧 没想那么复杂的操作吗 这个风气就好妩媚啊 这个帽子太有个性 本身风气有的是 DOTA里面 大家攻略是比较漂亮的女性角色 其他像冰女啊 也不错 DOTA里面 对这地方是压了猛马一击 压了一击啊 要到自己的这个瓶子 迟迟不能拿到 就估计要喷队友了 还好 他现在状态不错 一千块钱 这是给小 哎 哎呦 没不到 给小熊一个鞋子 SK过来 SK刚才是画了一个线 我曾经续绕了 这会被她平腰刀补到 小了好多 来了 出起 动一下 一气 闭一下 带走了 带走了 两个人各身一级 SK拿到了一个源头 风行过来还补一下 一个冲击波 168 他这个168 就是散过了魔抗之后吧 对 三级波 放了个音声 哎呦 看到了 有意思了 哎 撞起来 但是这个 蚝有点危险 蚝的血量有点危险 三秒 三秒 能不能杀这个蝙蝠 王棒 他想杀蝙蝠 拉了一下 哎你想多了 哎呀 没必要啊 这个 这个递过去是肯定死了 还要再这样一下 还一下 好的 这位兵不及时又拿一个人头 怎么办 沿着这个旁边走 A不掉 A不到 小了 我来喷一下 救一下自己队友 好 刚才 魔棒也没吃 他可能想 临时吃一个魔棒 他吃了魔棒上的 没吃 他刚才是六个魔棒 然后拉了一下 他拉之前 我就想看他有没有15个魔棒可以反杀 看了一下只有六个 那个时候是CD吧 他是打的过程中 像杀王刺了一下 然后 有 有各种叠油 加一个开火 然后叠到六分 他是应该是 打之前吃的魔棒 然后CD了 我看到的时候 没有CD 我不知道这个CD 我能不能看到 他待会儿吃魔棒的时候 我看一下 我能不能看到 能看到呀 肯定能看到 那能看到的话 刚才就没有CD 就是没吃 他应该是看到自己 有这个六个魔棒 才有上的勇气吧 缠住了 我妈冲一下 冲一下 SK有点贯穿全场了吗 是的 中路去了一下 这个好 刚才那个血量 应该是不能上了 咱们 而且 这两场 木的表现 没有那么亮 因为打这个队打得比较随意 现在又是3比1 等到中期抱团的时候 这个差距就会拉开 拿过来 马上是 哎呦 两秒晕 两秒晕的话就要走了 但是飞过来 好吃 QP大招是带走了 并不其事 把魔宝吃掉 看得到 刚才就是忘记吃了 再一巴掌 拍死 这波打完以后就犯一犯了 是的 我们看猛马补刀还是有点少 24个补刀 刚才也是 跟德鲁伊相比正好是一半 本来 本来这个节奏挺好的 差不多少五刀的样子 哎 突然这个鸟晕了两三分钟 就有点小崩了 就拉开的差距了 关键是这个德鲁伊到了5G以后 跟他的前面也不不一样了 嗯 他能缠住你 实在是一千五百块钱 还可以 你在猛砍这个小熊 你猛砍小熊什么用呢 你去为了把小熊砍死一次 然后他重招了 你再呼唤队友过来 再杀他一次 那就好转 德鲁伊的补刀还可以 猛马没有找到其他的机会去做事情 KWP在等十分钟的服 上午我想要先手 好还是撤了 好的 CK说实话 我一直觉得 打的相对比较一般 比较一般 这个还是他用的比较多的音声 就是他用的多 但是理理用不好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太冲突了 这个英雄 还是很需要装备的 等级和装备他都要 虽然说前期他确实能打架 这个英雄关键还是看节奏吧 就是在什么一个时间点好杀人 什么时间点该farm 是的 这节奏非常重要 在错误的时间去farm 错误的时间去杀人 效果都不好 而且他能不能吃到服 也非常的关键 他吃服吃得多 这个英雄就无敌了 关键这个英雄还有一点 就是你这个人品 到底能不能出 是的 来了 赶紧跳一下跑掉 看到 看到是要玩了吗 没有看到 感应 这就是木强大的地方 应该是看到的 上路合道有个眼 中路高地有个眼 看到了 但他们没从这个位置过来 高地 中路高地有眼 这个位置好 没有 中路高地 中路高地 就他自己这边有一个眼 对 就这 就这 这个眼睛 这个眼睛 这个眼睛看到了 SK 但是他SK还没有从这个地方下来的 下来跳的 下来跳的 中路三生几集了 六级 三生六级 没什么好技能可以偷啊 偷SK的刺 SK的刺 然后刺进去 自己不是死了吗 偷这个兵 偷风行 或者偷双头龙 和这个杀王 都不错 对 偷到了一个 看一下 这是束缚机 还是强力机 强力机 四级的 也不错 强力清兵 先看两边装备 风行是密法鞋 然后再出没啃 然后这个 蝙蝠现在跳刀 我们现在还看不到他有多少钱 我先看一下 蝙蝠800多 那远了 因为他出了个护腕 有点 要趁点血 但是有点脱节奏 跳刀就会稍微慢一点 德鲁鱼2700 开始对下塔进行一波进攻 看这个塔能不能拿到 拿到的话 还有站到好叫吧 因为这段时间 感觉对腰刀的照顾 好像不是特别的好 然后也没有去 管这个德鲁鱼 所以这段时间的话 腰刀发育不是特别顺 然后德鲁鱼的话 就比较顺了 德鲁鱼是拿到这个塔前之后 立马来到了3300的经济 这段时间 SK的表现还是非常亮眼 就是前一段时间 但是 刚才被打了一波以后 现在的这个总的经济的话 就是德鲁鱼在手 稍微靠前点 但是下一波这个团P 如果德鲁鱼的还没有卡到 这个装备出出来 就比较上了 这一波团P的话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对方的 这个同伏这边的技能 QP一个大招 孟马一个大招 萨尔 拉比克 CK 都有技能 是 伤害很足的 这一波德鲁鱼是不太好扛 那问题是对方的发育情况比较一般 就看风行这个美肯做不做得出来了 风行的这个美肯做出来的话 应该还可以与之一战 风行的美肯 什么 你说风行的美肯 对啊 风行的美肯 本来我觉得就不太好打了 风行再做的美肯出来就更不好打了 我是说 我是说 等一下的这一波是天灾方很强势的一波 因为进卫这边是卡了一个点 就是 蝙蝠跳刀没出 然后 德鲁鱼灰药没出 风行就看这个 风行的这个美肯能不能出 因为下一波的话 他们应该会找 拉过来 龚哥这里是被先手了 先手 一气 SK一次一碰火 再见 哎 这个 妖刀过来想干嘛 你要冷静一点 冷静一点 少年 你大住之后能怎样 只有一个QP在 QP个大招 加你的技能 你能秒掉谁呢 够了够了 能秒的SK 看看 SK能秒 SK700多 这两个都可以秒 双双双龙他打不到的 他只能大到个SK 他可能不舍得 这里同服战队 暂停了一下游戏 好 这边的话是同服 同服这边还是很卡 然后 我们表示很丢包 要全部重新进一下游戏 重新进一下游戏 以前我们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以后重连一下会 偶尔会有这个改观 对 我们刚才看到是谁4000块 刚才是德路伊4000块 德路伊4000块 这样的话 离灰药还差1000多一点 但是小鸟好像还没有开动 4000块的德路伊 总经济是5700 我们之前说过 德路伊这个英雄 什么时候到达7000的经济 那么他就是成型了 对 现在刚好差了1200 对 现在时间是14分18秒 那么理论上 应该是在 16-17分钟的时候 可以达到自己 他这个速度好像不是 不算特别快 一般吧 还行 就只能算凑合 还是露了一些刀的 因为他毕竟还拿了一个塔前 因为他前期这个 在下午的发育 应该说是不能再顺 对 就是完全 没有这个生命危险 是 一旦等他会要出来之后 然后蝙蝠的跳到 应该那个时候也差不多 现在是1600 其实我是觉得 他们前期的时候啊 就是CK去控个下路服务 或者是 有空的时候 跟拉比克开个舞 到下路来找一波 这个熊德 应该是很好杀的 因为那段时间就是 他们把注意力放在上路 包括这个运屏啊 两个屏我们看也是 鸟上一直在往上路飞 而没有照顾下路 实际上对方的这个上路的话 就是风行下王这一路 加个双双龙 这三个都是偏酱油的 只要有等级 装备无所谓 该有的都有 只要这个德鲁一 霍奥一起来以后 跟德鲁一抱团去拿塔 拿完塔以后 该有的技术装都会出 所以 他们这个同服应对的 还是随意了一点 你要明白 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核心 德鲁一才是真正的核心 而且要知道 萌马是你们这边 非常关键的一种 萌马如果大招 能踩住两三个人 踩住谁 谁基本上都可以秒 包括像这个 除了德鲁一以外的四个人 都可以秒 因为这一支跟话 像QPSR的这个大招 它都是一个范围的这个AOE 你踩到多少人 基本上都可以同一时间秒掉 对 而且萨尔的这个大招 还兼具沉默的效果 对 让这个像蝙蝠SK的 包括这个风行 一些反控技能 完全放不出来 对 好 我们现在这个游戏是恢复正常 好 现在是战鼓出来了 战鼓 然后上路好多人 买不误 这个太胆大了吧 400多天鞋 农弟弟像大翻身 但是看到了 戳不到 还好 他不敢回头扔技能 他哪怕扔一个D 也戳上了 猛马在出了密法之后 是准备要出梅肯 本来同夫 这个队现在好像 还不是很管妖刀 为什么不喜欢找妖刀配合 感觉他的江湖地位 还是没那么高 是吧 是啊 而且妖刀 终于是听到了我们的呼唤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下一波这个爆发非常的足 什么好的这个开悟啊 随便一个TP啊 抓一波 配合上猛马的一个大招 很轻松就可以下到德鲁伊 这个德鲁伊自己一个人带线 敢带到二塔 我也觉得 我挺佩服他的勇气 然后这个 就猛马在出啥呀 猛马在出梅肯呀 哦被递过来了 我试说个怎么 刚才这个标是 打了个回旋标 原来是利用自己的 这个叫恶念片式 恶念片式技能是把它给 撑回来 好 继续抓到双方容 没 没 没留下 没留下 中 好 现在人头暂时领先一个 然后金钱 金钱落后一千多 德鲁伊当他死离子好伤 落后啊 金钱落后一千多 是的 我拆这个塔就不落后了 因为对方有两个塔 一个塔 一个塔 拆完这个塔就不落后了 现在 你看这个 腰刀打得还是非常凶的 不过挺凶的 来 现在把双头龙拉回来 但是站在这里 恭喜 我这要挂 SK的大招 腰刀挂了 SK大招是带走两个人 SK和这个双头龙的一个双大的 一个配合 AOE非常的强 这里好 顾姐走了 OE不走了 这个区兰 KP过来 怎么能带走一个 带不走 KP自己去 两人很厉害 没什么蓝了 哎呦 你还不走 哎呦 哇哇哇哇哇哇哇 秋季就没了 我忘了去掉也没有 这段时间 这一波打团 德鲁伊是没来啊 刚才这一波还是 大亏大亏 怎么就把 就顶着塔了 双头龙拉过来了 对啊已经到手了 你追得上吗 貌似是追不上 买活要追德鲁伊 还看到了 哇哇哇哇哇来 但是慧耀已经到手了 等级好高 啊这个 还是应该是主生的吧 哎 没死 这 这 没留人 技能又重了吧 没没留人 他回来以后 这个Z是用掉 他先用掉了 肯定啊 他拉回来就用了 他不一定要用Z啊 他没有逃生技啊 你干嘛留着呢 留着Z打断不好吗 没 你本身是是吧 有毒 然后有这个动能力场 你还怕黏不住他 一直的 然后他回来以后 肯定第一时间先举起来 要不然的话 要不然要这样 怎么出来 回来就想到一套技能 赶紧把他打死算了 然后回来 拉回来以后 第一时间肯定就Z的一下 对 所以想多了 想也没想 但是没想到Z完以后 这个那段时间 还没有能够把这个 德鲁伊打死 是 有点肉 1700 QP刚才是 因为他们这几个人 输出非常低 像那个 QP没大家 萨尔的那个 萨尔的英雄文化 他因为本身伤害比较低嘛 他没有主C嘛 所以伤害不高了 他现在 他现在是两级的C 所以伤害很低的 是 拉比克就一电 然后就 痛苦女王 一个人 输出 肯定打不死 拉比克 偷到了一个战斗好叫 这个 这是完全无用的一个技能 好 蝙蝠骑士的跳刀 在往BKB走 往这个方向走 你确定是个好主意吗 好 看到了 这好几个人就打 你这肯定被秒了 打到三个人 摇出来了 反大 还好 还好 有机会 可以打 蝙蝠骑士的话 蝙蝠 蝙蝠 拉住好 然后跟着 跟着套 跟着套 应该是能把CK下 但是出了个三秒 还想 还是挂 这样的话 是二换三 萌马也飞尸了 萌马没能够TP掉 这一波的话 德鲁云强势7 二换四 这一波应该要怪好了 看到人就打 看到人就 没有做任何想法 就打 看到双头龙就冲上去了 太简单了吧 对方从对方过来 那肯定是有人的 这个真的不应该 SK的大招也是戳出来了 哦 SK也跳到了 SK刚才是跟双头龙都大出来了 然后站在那个边 我火力 虽然说 萌马 萌马也 萌马已经是一个好大了 大到那么多的人 萌马大张 QP大 但是就杀了两个 就杀了两个战友 输出还是领不住 主要还是这个 因为CK没有BKB嘛 然后通过女王装备 也一般 所有人都过来 这一波 技能 技能重点的厉害呀 拿回来 打不动这个德鲁伊 加个BUFF 然后这边的话是 直接秒掉两个 是的 这盘输了 没得打 是的 好用 CK 我真的 觉得胜利 他们这盘可能是 特别影响心情 追到泉水处杀了一个无人盘面 GG 非常干脆 直接打出GG 那是 恭喜N9战队是第二局 赢下一盘 是的 好的 欢迎回来 那么刚才这场比赛的 投赋战队非常的可惜啊 这个是在德鲁伊 出了辉耀之后 连续两波大的团战 是团面 也很非常干脆的 敲出了GG 感觉就是两盘打的 这两盘打的都很瞎 就没有一个这种 八强争夺权的这个 那个味道 不像这个像危机战队 跟N1打的那么激烈 也没有今天下午的 这个三场比赛激烈 没有这种感觉 就感觉两边都软绵绵的 你配合一下 我配合一下 像N9的话 可能已经是打得比较努力了 但同服应该是没有 估计七成功力都还没用出来 觉得第一盘太轻松了 第二盘随便打一打 第一盘他本身也 其实第一盘也是随便打的 第一盘真的是随便打大局 一姐某某出个BQP冲上去 一个F一个V 好了QP死了 这个搞不懂 最费的一个是QP 所以这种情况出现以后 可能也是 而且中间团服也有 这个丢包的情况 也是挺影响心情的 估计这盘的话 应该要 怎么都也稍微认真一点 稍微认真一点 全这种的事也稍微注意一点 就不要再这么轻敌了 像这个晚上吃完饭 来打比赛的这种情况还是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吃饭 有可能有点缺氧 对 这个就是要说一下 很多的选手在打比赛之前 是不吃饭的 避免影响自己脑部的供血 对 或者少吃一点 不能吃太多 吃太多的就缺氧 但是我们做解说 还是要吃下饭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儿马上回来 是双方的决胜盘 第三盘的比赛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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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